看,其他的话呢 那这个tie的话就是道理跟那个有点像 就是date的话是年月日 那tie的话就是十分秒 这个概念有点类似 那其他就是像network day,算那个这个什么公时的 那这个公时的话,这个network day 跟work day其实蛮像的 work day有点像哪一天 network day是公时啦 那其实他概念就是说 插入函数的时候你可以找到一个叫 日期实验函数 里面的话有个叫net net就近,近天,工作天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就找到network day 那他会跟我们要总共三个参数 第一个的话是哪一天开始,那就这一天 我们是从哪一天呢? 从这个元旦开始,ok 那到哪一天结束? 到这个今天为止 Holiday的话就是要放假日 所以一般选取这个国定 当然不见得一定就是一定是Holiday 你可以是这个其他的就是 包含公司的放假日期可以算进来 但是不包含礼拜六礼拜天 礼拜六礼拜天已经扣掉了 所以如果你把礼拜六礼拜天 放到这个日期,它其实基本上不会扣 反正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就放假 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算出这个范围的日期 总共工作天数就这么多 那work day是哪一天? 那当然呢,这一天的120天之后 如果你要算哪一天的话 那当然一样,操环数 找到那个work day 哪一天开始?这一天? 几天?120天之后? Holiday?就是这个范围 那一样礼拜六礼拜天一样扣掉了 然后按确定,就是这一天 交款日期 这个是比较常用的两个函数 那最后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综合练习 那首先的话呢,这个综合练习 其实就是要做 我们的需求就是做礼拜 就是一整年的年曆 比如说呢,2022好了 比如说把它改成2022 2022的1月1号 好,这一天开始 明年,那如果我希望呢 做出一整年年曆的话 这个年曆呢,我希望将来如果 把1月1号换掉 比如说改成2023,那其他也会跟着动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我们先产生每个月的第一天 每个月第一天怎么产生 第一个的话,请你在2 这个 B2储存格上面 插入函数找到1day 1day我们刚刚用 哪一天 这一天 相差几个月?相差一个月 所以呢,跟1月1号相差一个月的话 那刚好2月1号 3月1号 4月1号 一类推 所以呢,如果我想要得到 每个月的第一天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 用1day 相差一个月 然后呢,后面这些蓝位蓝宽不足 那我习惯是把它选取快点两下 OK,然后这个地方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1到12月份的每一天 这个每个月的第一天就出现了 我把它缩小一下 第二个的话呢,我希望得到每个月的其他天的话 那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等于 等于 等于上面的这个天呢,加一天就好了 因为日期基本上 它就是一个数字 那加1的话就等于是加一天 前面有讲过,打勾 那再来的话就向下 拉到32列的地方 再向右 理论上应该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用1day,产生每个月的第一天 再向下,向右 就可以得到一整年的 所以,不过呢 这边会有几个错误发生 第一个的话呢 一个月如果是31天 那没问题 可是呢,如果不是31天 像2月,2月28 这个4月30 6月30 9月30 11月30 这几个 理论上 这些都不应该出现 因为你向下 它会多出来 它会变成说 产生的是下个月的其他天 那怎么办呢 当然喔,最简单的方法 你想说老师傅是不是直接可以的 这干脆把它delete掉就好了 有没有 delete 没有几个嘛 delete 可是问题是喔 如果你delete掉呢 那下一次要产生下一个年度的 比如2023 你会发现喔 那这个底下的资料 就会出错啦 因为它不会跟着变 假如说再来就29 那它没有出现 有没有 所以喔 这个方法 不ok 所以怎么办呢 我如果希望喔 不要用删除的 我希望能够用判断的 那什么判断 如果我现在要产生的这个储存格 加了一天之后喔 我跟着一下 我现在要的这个储存格的 上个储存格 如果加了一天之后 如果跟它自己现在的月份不相同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是给空的 诶 这样不就ok了吗 所以做一个逻辑判断 但是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喔 如果这边是空的 它下面的日期 可以抓它的资料 那也会出错 所以有什么方式 可以不要出错 这里的话需要个公式 那请各位试试看 先产生每个月的第一天 用Eday 再来的话呢 再把这个底下就是上面的日期加一天 向下向右 但如果说我今天不希望 不对 就是不同月份的资料产生的话 那我也可以用什么方式不让它产生 请各位先试试看这个部分吧 那我们待会再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来看一下 那再来就是刚刚讲的这个问题 所以第一个的话要判断 所以判断的部分 我们可以写一个公式 其实用VBA也可以判断 就是说我们先 假设先把A2加1先把它减下 判断的部分的话就是插入 逻辑判断 所以逻辑 if if什么呢 什么逻辑呢 如果A2 假如 这个曼时 我们用曼时 曼时的话就月份 曼时用A2去做判断 曼时的话呢 他的月份呢 基本上得到应该1 可是呢 如果我跟曼时 这个A2 假如相比较之下 如果不相等的话 所以这个曼时把它复制 贴过来 这边直接把A2这个日期加一天 加了一天之后 如果他的月份不相等的话 不相等 不相等就是这个 不等于 不等于 那我们就给什么 给空置串 意思就是说 我不要输出 那个日期 比如说2月28的下一个 就3月1号 3月1号就不要出 反之的话就是A2加1 就是A2帮我加一天 这样就比较简 按确定 好 所以这个公式的话 多一个逻辑判断 本来是A2加1 改成就是曼时A2 不等于曼时A2加一天 OK 好 向下 向右 那各位可以看到 2月28 OK 下一个就不见了 但是下一个呢 因为他这个公式里面 他变成B30 里面是空的 可是如果把它加一天 那就产生错误 什么错误呢? 也就是里面空的加一天 再丢给month 或者是空的资料给month 那也不对啊 这个对month 这个函数来说 那是错误的 动作 所以怎么办? 这里的话 我前面讲过 如果发生错误 紧致号开头的话 那我们可以用一招 什么呢? 把这个公式减下来 用ifl过滤 所以插入 然后ifl ifl就是 逻辑里面的ifl 如果有错误 就紧致号开头的话 如果这个 发生错误 如果 只是发生错误 做什么? 帮我把里面的错误讯息清掉 清掉的话 那就是两个双以后 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向下 向右我看一下 OK 这个OK了 他错误就不发生了 好 这样的话 向右整个就一七合成 完成了 那再来的话 你如果变动这个 比如2023好了 Enter 刚刚这个会 而且是28天 那如果2月24好了 OK 有没有29天 那就不会受到影响 不然的话呢 这个地方 如果日期 假如说 不对的话 那就会发生错误 这个 如果你有别的更好的方法 你也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做完之后的话 再来下一个阶段 如果礼拜六 礼拜天 我希望 可以快速的帮我格式化的话 这地方该怎么做 其实两个方法 一个要不就是用常用里面的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增一个规则 OK 要不的话呢 你就用什么 VBA 不过我觉得VBA延伸性比较大 所以我们后面 要教各位 就是干脆用写VBA的方法 礼拜六一个格式 礼拜六的话 比如说礼拜六 我希望帮我把它的字 改成深绿色的 它的底色改成浅绿色的话 那 礼拜天的话呢 是字改成红色的 底色改成黄的 也就是像这样 当然以前的做法 你变成说 你可能要一个一个 自己慢慢去填 可能这问题 如果换一年度 你要重新再填 再重新填 那当然很麻烦 OK 所以呢 如果说你今天希望快速的 按个按钮 自动全部格式化 自动全部还原格式的话 像旁边这边有两个按钮 按一下 它自动帮我格式化 有没有 礼拜六 礼拜天 那还原的话 按一下 其实还原比较简单 用range就OK了 那这个地方呢 该怎么做 其实喔 这个 格式化日期 可能要兼... 就是还是要多学一个 就是 所谓的那个 除了列的回圈之外 比如说 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第32列之外 这个地方 都需要有个蓝的回圈 蓝的话呢 就是a到l 不过 回圈里面不能用文字 只能用书 所以是 for j 多一个变数叫j 等于1到12 也都第一蓝到第12蓝 那我们就可以 一个一个的把资料抓出来 来做判断 再丢给什么 丢给weekday 判断 如果是礼拜六 那基本上 他得到的结果应该是7 礼拜天的话 是得到1 那我们就做 底色喔 还记得吧 底色跟字的颜色 如何变更 我们前面有教过 那就可以把乘字写出来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刚刚讲的这个 主要是做一个逻辑判断 并且外面再用ifl去过滤掉错误讯息 OK 我把画面还给各位 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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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看 试看